大道不孤得必有林 2023年11月 习近平主席在美国旧金山出席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办的欢迎宴会 在欢迎宴会上 习近平主席宣布 中方未来五年愿邀请五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 2024年1月4号 习近平主席附信美国爱奥瓦州友人萨拉兰蒂时表示 欢迎马斯卡廷的学生们参与到这个项目中来 1月24号至29号 来自美国爱奥瓦州马斯卡廷中学的代表团 作为首批应邀参加五年五万项目的美国中学生来到中国 1月24号 马斯卡廷中学学生代表团应邀抵达北京 此行首战 他们选择前往北京动员 并听工作人员全面细致地介绍了大熊猫的生活习性 饮食习惯以及保护大熊猫的重要性 随后 马斯卡廷中学学生代表团来到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 在这里 他们与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师生结对子手拉手 共同参观了语和中心文化体验中心 在这里他们观看汉字演变动画 了解中医文化 试穿京剧戏服 观看千里江山图数字艺术展 在经期间 马斯卡廷中学学生代表团还到故宫博物院长城等地参观 此次来华的马斯卡廷中学代表团成员中 很多同学是第一次来到中国 甚至是第一次坐飞机 他们说 他们感谢习主席在给爱奥瓦州友人 萨拉兰蒂女士的复信中对他们的邀请 为此 他们特别在校旗上用中文写下了 习爷爷 我们来了 谢谢 1月26号 马斯卡廷中学学生代表团来到河北石家庄 参观石家庄外国语学校 共同体验 剪纸 包饺子等 带有浓浓中国年味的课程 活动 这个城市非常有趣 人们对我们非常友善 我认为他们在校园里面都很棒 在美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但是这里有很多游戏和超级学校 他们有很多很酷 我们说明我们生活我们日常生活 我们讨论的不同 甚至我们经历的不同 实际上 我认为我们也认为 甚至美国和中国人 我们也认为我们有很多 1月26号至29号 马斯卡廷中学学生代表团 在上海参加体验上海 知行中国 2024年中美青少年联谊活动 他们在上海育园体验中国传统技艺 吹唐人 坐香囊 在当地中学 与中国同龄人相识相知 中美青年共同体验书法 机器人 舞龙 剪纸等活动 在复旦大学追寻中美交流的历史足迹 观看复旦大学对美交流图片展 了解中国古籍装针与修复技术 并体验古法制作纸张 还参观了历史建筑香辉堂 在上海中心 学生们来到顶层观景平台 鸟看陆家嘴繁茂的金融贸易区 了解上海中心的设计理念 惊叹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高度融合 我们都很感激烈地帮助我们一起来 很多人都很感激烈地帮助我们一起去认识 和做很多东西一起去认识 我觉得每个东西都是我的最爱 坦白说 我可以选择一个东西 我做了很多生命的朋友 我经历了很多东西 从未来的朋友或朋友们能够做 我喜欢带很多朋友和朋友回来 所以我可以再次旅游 我觉得这就是 开启的频道的讨论 正如今 我在讨论与我讨论 我讨论与我讨论 我讨论与我讨论 分享的想法 我讨论 当你有这些开启的频道的讨论 它就能促进友谊 1月29号晚 中美学生应邀游览黄浦江夜景 分享交流所见所感 两国青少年代表 上台分享联谊活动的收获 并参加联谊表演 活动现场正式发布了 美国青年使者交流学习计划的宣传片 标志着 未来五年邀请五万名 美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项目正式启动 活动现场 马斯卡廷的中学生们 亲手为习近平主席 画了一副龙年贺卡 贺卡以熊猫为封面 以一条腾空而起的巨龙为底色 信上这样写道 亲爱的习爷爷 谢谢您让我们来到中国 我们要加油学习中文 下次来就可以给其他同学做导游了 祝您龙年快乐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 民相亲在于心相通 随着中美青年交流互建的磁场越来越强 知识交流 人才交流 青年互动 正成为联通国际感情的重要血脉 推动中美关系 在和平 发展 交流 合作的正确道路上 阔步向前 有请不吝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